对于2014年8月中旬前生产的搭载了M274型发动机 且代码为916的美国市场新款C级车 正如客服措施中所说 你要对燃油输送模块上的电线是否受损进行检查 在进行此项作业时 油量表显示不允许超过2 首先将电池接线端子断开 这样记者就处于无电状态 为了接触到油箱 必须将后排座椅垫拆下 请将毛毡翻向一侧 然后将它下面的四颗盖板固定螺栓拧出来 针对下面的工作 请勿忘记穿戴防护装备 首先使电源接头短开 将一块具有吸附能力的抹布包住管道 因为在下一步会有少量燃油流出 将燃油管道拔下 在打开锁紧环前 请先对安装位置加以标志 采用此专用工具打开锁紧环 现在燃油输送模块就露出来了 检查所有可见电线是否受损 我们这辆车情况非常正常 将原来的O型圈柴下 在这里要换上一个新的 采用相应的润滑油纸对它进行涂抹 将新的密封圈放进去 在安装时请注意 在油箱和锁紧环之间 不能将电线加住 将锁紧环放上并将它锁紧 期间请对锁索标记加以注意 将燃油管道接上 而且别忘了将它锁紧 还有将电源插头重新插上 现在将电池接线端子重新接上 在完成此工作后 请您执行一次密封性检测 为此要将发动机发动起来 并对密封进行检查 如果所有都符合密封要求 就可将盖板重新装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的安装 采用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写随随随随随 Falcons 接下来是 horrifyingй范 Willow 发动机发动机会 结 optic酸吻黄乱 接下来是ziękuj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